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库里是小球联盟的开创者,也是各项数据的霸者,库里的积累数据能力,一直是联盟顶尖,本赛季,库里有一项数据,排在联盟第一,而且是一级绝尘,距离第二名差距很大,这就是,进攻真实正负值,这项数值,可以较好反应,一位小球联盟第一,而且是一级绝尘,距离第二名差距很大,这就是,进攻真实正负值。 几位球员进攻影响力,库里本赛季这项数据,高到9.59,第二名的利拉德,为6.95,两人的差距,非常之大,其他几位球星,像字母哥哈登勒布朗·詹姆斯,也都入选这份榜单,但是,他们和库里之间的差距,更加之大,实际上,在整个NBA历史中,都没有球员有库里,有如此高的,进攻真实正负值。 这背后的因素,值得我们好好探讨,首先就是,个人因素,库里的个人进攻能力,无必多说。 本赛季,在汤普森确证的情况下,库里场均有30,加5正6的数据,得分还在,全联盟第二,效率更是惊人。 投篮命中率,48%,三分球命中率,超过41%,总命中个数,还在全联盟第一。 组织传控方面,库里的场均助攻次数,排进联盟前20,他的传球能力,依然是联盟优秀水准。 库里本赛季的,防守压力高过,之前任何一个赛季,没有汤普森或杜兰特,给库里分忧,对手就能肆无忌惮地,包加库里。 两人或是三人,防守都是常态。之前对阵马刺的比赛,波波围棋,竟然让两个人,在后场包加库里,防止他接球出手。 这就是库里的,个人进攻能力。库里本赛季的个人,突破也变多了起来,他愿意和对手对抗,获得造杀生的机会。 他的内线命中率,超过60%。考虑到库里的,运动天赋和升高,这是一个,非常不错的数据。 而且,他的突破,大多是持球进攻,对于后卫球员的进攻技术,有很高的要求。 我们再说球队因素,进攻真实正负值和球队,也有关系。 库里最出彩的地方,莫过于他给球队,创造了太多的机会。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马刺,居然在后场包加库里。 如果在半场进攻,对手该如何限制呢? 尤其是库里,状态火热的时候,赛季初期,对阵开拓者一战,开拓者无可奈何。 这支球队,防守资源并不差。 封线位置上的小琼斯,和考文顿都是,一等一的防守球员。 他们有移动速度,有升高,更有天赋。 可是,面对库里的,进攻技术,一切都是无用功。 库里用自己灵动,而飘逸的无球跑位,获得出手空间。 随后便是精准的,三分入网。 而且,库里在进攻的同时,会吸引对方大部分注意力。 队友也能获得,很好的投篮机会。 现在,勇士的魔盒,已趋于完全。 乌布雷维金斯的进攻效率,也越来越高。 这和库里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这就是库里,他的进攻影响力,不仅仅是联盟顶级,更是历史顶级。 如果和库里当队友,自身的进攻效率,也会直线上升。 和灵就是一个,很好的例子。 各位读者朋友们,你们如何评价,库里的进攻影响力? 欢迎留言评论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